大河有哪些奇葩搞笑的惩罚 下面的这些惩罚虽然伤害性不大 更是侮辱性机强 住行自己的破房子跟骚扰的房东打交道 从来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房东拒绝清理和维修房屋 这就非常过分了 因为这完全是他们的责任 2008年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 一个房东把破旧的微房出租并拒绝维修 不过值得尽心的是房东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他的房子多次违反建筑规范 住房条件极其恶劣 于是法官对他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除了罚款10万美元外 法官还命令房东搬进了他破败的房子之一中 居住6个月以上 让他忍受足够的悲惨经历 而且他将受到24小时全天候监控 并且需要对所有破房进行维修和清理 未经法庭许可不能购买其他房产 这样的惩罚准是让人大快人心 华奖的惩罚 2021年俄亥俄州北部突发洪水 导致格陵南河汹涌澎湃 警员们迅速巡逻 以确保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 一名护理员发现 一对二十出头的年金情侣 竟然在危险的水域里进行漂流 并且没有穿任何救生衣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于是当地部门花费了数小时定位这对情侣 甚至叫了一架海岸警卫队直升机寻找他们 最终大家在岸边发现了这对鲁莽的情侣 而情侣坚决否认自己曾漂流过 当然谎言很快就被拆穿 值得情侣浪费了公共救援资源 被法官给予比监禁或罚款更有利的惩罚 他们必须站在儿童游泳池里 穿着救生衣在小镇的节日庆典上 派发水上安全传单 斗兽场上的欺骗 这一个特殊的惩罚故事发生在罗马地坡定生时期 公元三世纪 是加利努兹大帝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流行在斗树场上消遣 大家都喜欢观看决斗是决斗 这一时期并不倡导缘和动物决斗 然而一位珠宝商 因为欺诈销售珠宝而被判有罪 他献给皇后的宝石竟然是假的 所以他被送进竞技场作为惩罚 有人事先告诉他他要和一头狮子战斗 让他害怕的走进竞技场听到成千双万的喧嚣声 终于关着巨大动物的笼子打开了 然而走出来的并不是狮子 而是一只鸡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笑声 原来皇帝把欺骗还给了珠宝商 让他感受了无尽的恐惧 最终允许他离开 酒鬼捅衣服 在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 英国将公共醉酒定义为民事犯罪 受到的惩罚非常奇葩 醉酒者需要佩戴巨大的镂空桶 如果有人因为在公共区域醉酒 就会被命令穿上这个酒鬼捅衣服 在街上走几个小时 作为他们不良行为的标志 虽然这样的惩罚并不是很严厉 但是却足够让人尴尬丢脸 当时的酒鬼只能在家里喝酒 这样的惩罚其实非常有效 因为酒鬼们经常会被绊倒 并滚下山坡跌入河里 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想经历第二次吧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关注我每天在里看奇闻趋势